第一太平戴维斯公司代表认为 目前各工业区项目都按照传统模式发展 没有采用可持续设计 把一般工业区转换为环境友好型工业区 不简单 因费用多 需要政府在法律方面的仔细审议 绿色工业园区建设费用比传统工业区高30%左右 因此需出台更多优惠政策 据计划与投资部的数据 截至2030年 全国40%到50%的省市计划 把现有工业园区转换成为生态工业区 其中8%到10%的省市拥有新建设生态工业园的计划 第一太平戴维斯公司还表示 约80%到85%的外资企业 在选择租赁厂房时对环境、社会、公司治理的标准 拥有较高的要求 优先可持续因素 为了能与泰国、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周边市场有效竞争 越南区满足该要求 因其将有助于增强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 和提高越南工业区在全球市场上的地位 感谢观看